本周美股出现大幅波动 三大股指狂跌不止 对此华尔街分析师们呈现出两极分化观点 看涨派如高盛将未来三个月的全球股票配置评级上调至增持 理由是盈利增长和周期性股票补涨 高盛数据显示 在上周五和本周二买入互联网和软件公司股票的速度 创下了五个月以来的最快记录 同样摩根士丹利的对冲基金客户也增加了对成长型和动良型股票的投资 然而看空的观点则认为纳指将下跌20% 美国知名科技投资者Paul Mix认为 他正在等待纳指从创纪录高位下跌20% 然后再进行任何大的交易 他认为尽管本月已经有所回调 但科技股仍然过于昂贵 尤其对于此前涨势阵望的苹果公司 Mix认为其股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多年增长前景 他依旧会看空苹果 下周苹果公司将召开新品发布会 不知是否会国粉们带来惊喜 并刺激一波看涨情绪呢 下周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